这也就是没有了经济的利益 所以西藏的外在的发展 我们如果不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里面发展的话 对藏人是有利的 但特别的呀 所以这里有些什么东西 就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一年 这些东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途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在中华人的中华人家的审议 就是在中华人家的途征 这些东西是在中华人家的一个人 对方的这些东西是东西 我认为这些东西在中华人家的东西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东西 这真正的讨厌 那么某种人们在里面的讨厌 其他宗文字的讨厌 排华人们的讨厌 所属联系上提过的讨厌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西藏它有非常独特的语言 文字以及文化 特别是西藏的佛教文化 佛教的这种语言是非常的丰富的 另外一点就是西藏的环境 大家知道西藏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那当然西藏人理所当然的 他爱护他自己的环境 他热爱他的文化 他热爱他的语言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让西藏人有一个真正的自知的话 那西藏人更能够保护他的文化 和宗教更能够保护他的环境 这也是中华人们共和国 宪法里面所佛誉的一个权力 过去五十年代 我跟毛泽东见面的时候 其实毛泽东成了很多很多 那就是中华人来讲的话 我的中华道路的真正的精神内容就是这个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二年一年开始我已经处于半退休的状态 为什么呢?在政治上这个行政的手掌是透过选举的方式参生的? 我最近在讲我已经开始了一个完全退休的状况 这个时间可能即将到 但是我们开始了一切 你们有什么问题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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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 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个提问的环节 我想呢 今天的这个会议呢 是华人社区与达赖兰的对谈 虽然说我们是有请了一些在座的一些 当地的加拿大其他族裔的朋友 那么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提问的这个机会呢 更多的是给华人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那下面有我们的义工 可以配合一下 Hello My name is Kevin from North African online 北美在线表演 My question is When are you going to retire? And if necessary Are you willing to go back to Tibet without any conditions 就是说您究竟计划什么时候退休 如果必要的话 你会不会无条件地回到西藏去 谢谢 嗯 全退休 对 嗯 嗯 嗯 大家可以让我开心一些骨子 T恤子到这里 下来 你在等几个月 我的这个全退休的状况 可能会更清楚 很清楚 他说到初五出团里来 这个进去是初五月 我们是在流氓社会里面是每隔六个月 有一个 嗯 这个议会的一个会议 嗯 可是因为 我讲到这些会议 这些会议 这些会议 最近我们在 印度南部 我们召开了一个 关于这个西藏民主的这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我公开地跟他们讲 我作为一个人 我有没有这个人权 也就是说 有没有完全推行的这个人权 当然 修罗下山地 就是特殊弱了 好 那你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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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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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 你刚刚提到的 我反汇这个西藏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1983年的时候 我当时 我公开地提出了 我回去 回西藏 这个 看我的这个 一个愿望 但是 后来没有实现 在1983年的时候 我再一次提出了这么一个愿望 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啊 我特别提出了我能够到中国的五太山以及相关的佛教圣地去朝圣的地方 我做了不断的努力 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得到引有的这个结果 现在 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 特别是通常部门的这种对外的讲话 所以 他们一再的 他们应该是非常的了解 很清楚的知道 我 阿拉巴巴 没有寻求西藏的独立 但是他们 仍然 依然 一致在讲 我是一个分裂主义教人 完全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不让我回去 好 所以我能不能回去西藏 什么时候能够回去西藏 关键不在我 而在中国政府 来说是 下一句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中国人民非常需要知道真相 但是 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内 究竟告了中国人民多少真相 就 你是否知道 十四班团是被呼应到 勃勃掐使 你是否知道 唐山 大敌人 其实是两个青城爆炸 呼应到青街 两个青蓝 将那边比公 乔城重康 四个人引爆一个青蓝 你是否知道 一九九年 毛泽东更为死 成员斗耀兵 胡耀邦 徐世勇 素语全是假死 你是否知道 这一帮 中国的大约在三十四年内 始终掌握了一帮 害死四十九万中华人 里面的王鼠首尾 直到现在 请提问的朋友呢 一个是把您的问题尽量说得清楚一点 再有一个呢 尽量控制时间 在那里啊 其实那是他的影响 那是他们的 才能的 林彪 曾经的事要才能的 所以 中国因为他的决策的机制 社会的机制都不是透明化 所以 很多事情是不了解的 不清楚的 像林彪的这个事件 到目前为止 还不是很清楚 嘿嘿嘿嘿 这样子 他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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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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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一点 这些 你刚刚提到的 一定是四十五面画 就是 那个 您